一说到峨眉山呢 您就想起四川来了 殊不知啊 就在北京 就在平谷 也有这么一座峨眉山 并且呀 这座峨眉山上啊 还有一座道观 这座道观呢 叫兴隆观 供奉着陛霞援军 北京人称呼啊 这个供奉陛霞援军的地儿啊 都为顶 它位于这个县城东南的二十里 所以有人呢 也说它叫兴隆顶 最为独居匠心的是啊 建筑包括这个陛霞援军殿 玉皇殿 山腰间的观音庙 山神庙之外呀 还有啊 这个胡仙殿 每年啊 到了这个四月十八 老娘娘生日的时候啊 在这里就会举行盛大的庙会 方圆数百里一代的百姓啊 都会来这里朝拜陛霞援军 进这个三观庙啊 去朝拜这个天地三观 到时候啊 人潮汹涌啊 那可不是一般的热闹 虽然这道观它年代历史比较久远 不过呢 它也是近些年呀 才翻箭修缮的 因为呀 在1942年的时候 它曾经遭到这个日军战火的摧毁 一直啊 就到了这个2002年 才由这个北京燕星龙集团的董事长张淑英 无私捐赠了六百万 经过四年的努力 才把这个星龙冠呢 按照这个史书典籍上的记载 恢复了原貌 2007年的3月4号 该冠呢 举行了盛大的宗教活动 举行了三观殿的开光庆典 再次恢复了这座百年道观的辉煌 这北京的道教文化呀 那可以说是渊源流长的 有许多著名的宫观 哎 例如说吧 这七城区的白云观 吕祖宫火神庙 还有这个都黄城庙啊 朝阳区的冬月庙 丰台区的大王庙 海淀区的桃源观 门头沟区庙丰山的碧霞园君庙 房山区呢 还有这个圣连山道观 通州区的幼民观 昌平区的青龙观 平谷区的青龙观和龙王庙 以及鸭基山的道观 得空啊 您应该挨着班的都瞧瞧 因为这些个宫观呢 各有特点 年代不同 还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嗯